第388章 肥仔作死 肥仔熬過來 隔著窗戶 看著隔壁的屁股 拿著毛巾牙齒的陳昌 細細聲地喊 一邊喊 再一邊偷偷摸摸 看著淡陀明月消失的方向 陳昌 卓同志 你在不在家啊 陳昌彎下腰 一手拿著手筋牙刷 一手扶著肚子 轉過頭就看著門口 肥仔同志 快進來 肥仔便供進去 陳昌 你家真是暖 我由早早等到你現在 你整早都在睡覺 卓同志昨晚消耗了這麼多功力 肯定要多點休息補充功力 你來找本卓同志 有什麼事啊 卓同志 我想看下你那顆精靈蛋 捕到精靈出來沒有 哪有這麼快啊 像捕雞仔一樣 要慢慢捕的 那你給我看下 那顆精靈蛋和昨晚黑有什麼不同啊 我拜託你啊 陳昌 給我看一眼這麼多啊 唉 真是復歸了你 精靈蛋有什麼好看啊 說完 陳昌就在衣服下面 拿出一個用紅色衛衣包裹著的球 放在茶几那裡 小心翼翼地打開 日頭看來 精靈蛋的顏色就更加暗沉 肥仔伸手出去碰了一碰 還帶著陳昌的體溫 呃 陳昌啊 他多久可以捕到精靈出來啊 我也不知道啊 反應越強的精靈 捕的時間就越來 是啊 我還有洗面擦牙 我收回了 你洗面擦牙都拿著精靈蛋啊 那很不安全的啊 我來的時候呢 見過天下雪啊 如果凍壞了精靈蛋怎麼辦啊 萬一 精靈蛋又被你跌了落地下 跌爛了怎麼辦啊 不如 你去洗面擦牙 我幫你抱著那個精靈蛋啊 你放心 我哪裏都不去 我就坐在這裏等你 陳昌一想 又是啊 這麼難得才拿到精靈蛋 如果跌爛了 那就真是陰公諸諸 好啦 那你呀 康地抱緊他啊 呃 呃 陳昌 除非我死了 如果不是 他不會有事的 陳昌破天荒 非常之極度信任地 將精靈蛋交給肥仔同志 拿著手筋牙刷 就去洗面擦牙了 去飯堂打法的淡台名譽具地 去得太過早 那些餃子還未出獲 最終要等一等 那一來 屋仔裏面 就剩下肥仔一個了 一開始的時候 肥仔呢 老老實實地在捕蛋 不過步步下 他就把頭推到自己的衣服裏面 偷偷地看精靈蛋 後來呢 就大膽一點 還摸了摸 那天 竟然被陳昌發現 都只是看多兩眼 摸多幾下 接著 他的目光就開始看著陳昌的屋仔 然後又起來 在屋仔裏面走一圈 摸看陳昌的睡房 摸看陳昌的衣櫃 到最後 他的腳步就停留在陳昌的零食箱那裏 那時候 天又開始下雪了 而且 比昨天的雪更加大 陳昌伸了手出來 把雪花摺在手上 化成了水珠 接著 他就把舌頭摸過去 摸了一摸 沒什麼味 去年那些雪是水蜜桃味的 又試摺多一滴 接著又摸一摸 嗯 今年的雪是橙味的 每一片雪花 都令到陳昌心情如玉 陳昌玩心大喜 準備嚇嚇肥仔 數一下數一下 走回屋仔外面 當你嚇肥仔的時候 一定要頂住 不要灰心 因為你會更加嚇肥仔 陳昌一路趕一路出開房門 見不到屋裏面的肥仔 嗯 肥仔呢 肥仔不見了 而他包著衛衣的精靈石 就被無情地丟到沙發那裏 肥仔的同志 果然不是一個可以值得託付的好同志 陳昌說得好像很厭惡 接著又放回手根牙刷 抱起的精靈蛋 就塞回到衣服裏面 不過那個蛋好像有點凍凍的 也有點重了 相信是精靈蛋開始有變化 最少是那個死肥仔 又說乖乖地在幫他捕蛋 誰知道就丟在二角 自己走去玩 所以陳昌決定 以後都不會再信任肥仔同志 好好在 他那顆精靈蛋體質強 沒有凍壞到 而且還要重了 他心想 不如先看看 大萬一凍了怎麼辦 還是等他暖一點再說 於是陳昌就抱著精靈蛋 走到暖氣旁邊 用青蛙蹲 兩手抱著精靈蛋 心口貼著暖氣 過了沒多久 淡台鳴與他的幾個就回來了 洗完臉親了說什麼 洗完啦 陳昌蹲得太久 兩隻腳都開始震 但他仍然不放棄 還想再多一陣精靈蛋 快點過來吃飯吧 淡台鳴開聲叫他 黃鼠狼就幫口 卓國同志 買了東西來吃 剛剛出爐的餃子 還很辣口 馮寶有點愚蠢地說 外面下雪了 在這裡吃 不知多棒 柳玲就抱著一大盆爛的餃子 多棒 陳翠一聽到餃子吃 就趕快起床 走到沙發那裡坐下 接過淡台銘月遞過來的筷子 夾起一隻熱騰騰的餃子 放進嘴 帶著肉香的韭菜餃子 撕出一些辣醉的湯汁 嗯 好吃啊 好好吃啊 正所謂好吃不如餃子 好玩不如 算了 不能出街了 現在連淡台銘月也坐在餐桌旁邊 拿著一小碗餃子 小碗小碗的品嘗 吃完飯 陳翠又拍拍個羅那麼大的肚子 都不知幾舒服 接著又拍拍個精靈蛋 那個精靈蛋現在就暖了 看看是不是跟之前不同了 看看有沒有報出精靈仔 接著他又放了精靈蛋在大腿上 小心翼翼地解開一件紅色的衛衣 誰知 只是見到一塊黃碌碌 黑黃黑黃的黃麗 出現了在本來應該包著精靈蛋的紅色衛衣裏面 連件紅色衛衣也都黏了很多黃麗 第三百八十九章 肥賊難防 精靈蛋 黃麗 精靈蛋 黃麗 拿著牙尖挑緊的黃書朗 連說話都開始嘴巴了 卓 卓同志 這個精靈蛋 為什麼會變成色衣 這棵真是日放夜放 肥賊難防 陳卓露從心中起 揪了眉頭 奪長嘴話 你這四肥仔 卓同志真是信錯了你 他站起來 那塊黃麗就跌到地上 跌成了三角 陳卓也不管那麼多 趁提趁走就要找到肥仔算掌 黃鼠狼呢 用舌頭掌上牙欲 懵下懵下地問 彈台明月 鄧二哥 我們要不要去太下 彈台明月吃一頓餃子 心情大好 悠哉悠哉地翹著二郎腿 有什麼好看呢 又不死得人呢 黃鼠狼聽到 嘩不死得人 陳卓隨忍打到肥仔 比以前還胖 於是他都說 不是啦,我還是要看一看 在飯堂裡面,肥仔坐在餐桌旁邊 用筷子夾著餃子放在嘴邊 他想吃的,但他吃不下 事關剛才已經撿了很多零食 而這個時候,餐廳入口出現了陳卓的身影 怪之怪,陳卓的衣服太惹眼 不是紅色,就是大白色 陳卓站在餐廳門口,氣得爆了 左右另一頭,起勢地找肥仔 肥仔就被陳卓先發現了他 第一反應就是在椅子裡跳下來,蹦下來 用他的肥手蓋上飯盒的蓋 蹦下來的身體,鬼鬼祟祟地避開陳卓的視線 陳卓走到用餐區,左找右找都找不到肥仔 這個死肥仔居然不來吃膠紙吧 殊不知肥仔已經縮到門口那裡 不過迎面就撞到護士小圖姐姐 咦肥仔,今天這麼快就吃飽了 肥仔聽到小圖姐姐叫他 驚愕地握高頭,又轉轉看一看陳卓的方向 陳卓一聽到有人叫肥仔 就趕快轉過來,嚇口嚇臉 驚愕地看著肥仔 肥仔一見到,就趕快轉身 向朋友衝出餐廳 陳卓當然是追 不過這個死肥蠢,就一心走到宿舍的方向 陳卓剛剛昨晚才去完他的宿舍 當然是追到門口 昨晚破壞的門鎖還未整好 肥仔就出來頂著門 陳卓,我知錯了 我給你回精靈彈 你不要打我都不行啊 你這個死人大懦有啊 我不打到你爆肥子 我不叫卓同知 那…那我…我…我就 把你顆精靈彈在樓上扔下去 扔掉你顆精靈彈 沒有啦陳卓,我真的知錯了 我下次也不敢啦 陳卓嚇大口,剛剛想說髒話 腦裡面就浮現蝶戰片的場景 一般談判的時候 都會安撫對方的情緒 好像不是蝶戰片,是警匪片 那你先打開門吧 打開門我就原諒你 陳卓,你是不是真的原諒我啊 你不要騙我啊 你以前整天都騙我啊 你這個死產啊 偷了我的東西,走去趕假吧 房裡面的肥仔心臟狂挑 他害怕到已經不懂用大腦來思考 那…陳卓,那說定啦 我開了門,你就原諒我啊 很快,陳卓感覺到 肥仔頂著門的力度變鬆了 於是對著門,一腳伸過去 突如其落的衝擊力 將剛剛鬆走的肥仔 整隻彈了出去 陳卓入門的第一時間 就是找他顆精靈彈 將皮裡面,脹磨磨的肯定就是了 於是他快速衝過去 有一手揭開皮 但皮裡面,就塞滿了開袋的零食 在零食中間 還有一個被病人服包著的球 病人服的條縫道 隱隱約約可以看到 是暗紅色的正體來的 那不是他顆精靈彈還有什麼啊 陳卓,我給你一顆精靈彈 你可不可以不生氣啊 陳卓聽到肥仔還在那裡說話啊 立即轉頭,嚇口嚇面地看著他 你這四肥賊啊 枉我這麼相信你 你不單止撻我的精靈 但還要把那些零食也扔在那裡 跟著,就當然是拿著拳頭 不斷扔進去 這個畫面過於殘忍 所以略過不贅述了 救命啊,我知錯了 小桃姐姐救命啊 在病房外面,圍著一大圈人 陳卓啊,你聽到 小桃姐姐說啦 肥仔知錯的啦 你不要打啦 乖啦 徐堂志,我們身空廣固 不要跟小器鬼肥仔計較啦 我們先回家 待會小貓我去買炸雞給你吃啊 陳大師啊,我作為一院之長 和你主持公道 你這件事就是肥仔錯 我們坐下慢慢談 談就怎樣陪你道歉好了 無論是小桃姐姐 還是黃鼠狼 還是李青山 曬氣 直到小桃姐姐叫了一聲 阿遠醫生來了 快走開啦 真的不懂做 走開啦 那個風一樣的男子 在圍觀的患者當中 款款走來 陳卓 整個發洩路伏的陳卓 高舉的拳頭 僵了僵 另轉頭 看著猴子乾阿遠 好東西啊 打架打得上門 是嗎 陳卓收起動作 和阿遠面對面地站在那裡 韓剛梳影江湖故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兩座高山的尖上面 站著兩位俠士 一位俠士頭大大帽 一身黑衣 手裡面一把長劍 另一位俠士手拿著兩把劏住刀 正是猴子乾阿遠 陳卓蒙起雙眼 高傲地惡谷下巴 猴子乾阿遠 真是很久不見了 你退隱江湖這麼多年來 有沒有聽過我卓同志的大名 我卓同志雖然貴為武林盟主 但也不是氣小怕弱之輩 如果不是這個死肥賊 去我府上偷取精靈彈 我恩怨分明的卓同志 又怎會找到上門啊 阿遠走走眉心想 陳卓這一陣子又在播什麼劇 陳卓繼續在那裡說 你既然已經退隱江湖 又何必插手江湖之事 江湖已經不是曾經那個江湖了 卓同志也是勸你好自為之 陳卓說得搖頭鴨腦那樣 阿遠就心心嘆了一口氣 唉 好啦 帶你江湖上的寶貝 趕快回到你的武林盟 我武林盟主卓同志 又何須聽你這個落爛家長的說話 不過下一秒 阿遠就很淡定地在醫生毛上 拿了一支針筒出來 嗯? 真的嗎? 齁 陳卓一見到這支針筒 整個都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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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